孙芸芸曾被誉为台湾最漂亮少奶奶,也可以说是最完美的时尚音乐,爱情,家庭,事业全面经营,每一项都做得很好。 2012年5月11日,一年一度的《威风之夜》在台北举行。 《威风广场》老板娘孙芸芸,作为主人招呼各方贵宾,身穿松村正太, Juliano Dijewala,量身定制的礼服,佩戴价值七千多万元的戴比尔斯, 《Dibetis》初宝登场,2012年《威风之夜》的主题,环绕英伦时尚, 在孙芸芸及众多明星的助阵下,2013年《威风之夜》六小时内的营业额,高达13亿台币。 这位老板娘不但拥有美丽外表,更是颇具经商头脑,除此之外她对奢侈品的爱好更是绝无仅仅。 孙芸芸,土基河北省宝丁市旺渡县,台湾企业家齐明远, 1999年6月与同事商业界的三乔事业董事长廖伟之之子廖振汉完婚,婚后欲有一子一女,2009位观念新书,上浏览,写议。 孙芸芸创立了自己的品牌,她不断推出由自己设计的新产品,是于《威风广场》精品店内售卖,其可爱的造型,得了很多少女的青睐。 孙芸芸不但参与设计,更是亲自代言该品牌的,智慧与美貌并重的孙芸芸,在时尚界也是小有名气,其服装搭配一直广受效法。 此次孙芸芸穿上了自家的时尚女装,为自己代言,将成熟小女人的前卫时尚美感展现极致,宽松设计的黑色T恤与暖裤搭配,露出性感的眉腿,一款鲍纹设计的高跟鞋,将女人性感野性的一面凸显极致。 孙芸芸性感火辣身材,也是其迷人的关键,一身黑色的吊带连体裤装,展露出白皙细腻的肌肤,非常迷远。 孙芸芸不仅自己设计服装,更加为自己代言,充分发挥时尚偶像的魅力。 服装搭配正式成为许多女人效仿的典范和时尚潮流的风向标,时尚品味不容小觑。 在台湾,孙芸芸出席任何一个场合她的装扮,一定会被媒体们停留一番。 越来越多的女生以她作为潮流的风向标,所获得过的奖项有几十数之多,但数大招风,也有部分民众对她过高的曝光,发表了负面新闻。 孙芸芸对此从不在乎,亿万的身家是事实,与其作出回敬,她更愿意把精力放在,把对品牌和时尚的理解,手把手交给自己的两个女儿。 她在家中为女儿们准备了两个首饰柜,一个放珍珠宝,另一个放平价饰品,让女儿从小就能学着自己打扮。